等待是一生中最初的苍老 三十年前,洛聪的丈夫不告而别,自此有无音信 这些年,洛聪拒绝了人生的种种可能 一心等待着丈夫归来 渐渐地,年轻时的期待与美梦 化为了岁月中长长的叹息 韶华一世,青春不复 如今,他孤身一人,靠在食品厂打工维持着生计 云民春男想和他大伙过日子 但他始终拒绝 搭活是个很贴切的词语 在万人看来,到了这把年纪 喜不喜欢以非定义婚姻的标准 但,若自此与他人搭活 之前暂时年的等待,又算什么呢 若从得母亲尚在人世 母女俩从未想过一道生活 乡夜的风中,母亲孤零零地站着 反若秋末又怪于枝头的枯叶 则父亲过世后,母亲似也在等待着什么 在这座闭塞的孤岛上 有人不明不白地离去,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镇上的护士阿奈,丈夫也已失踪了两年 这些时日,他四处寻找 始终未见丈夫踪迹 在老镇长的建议下,阿奈找到了若松 希望能得到些许协助 在苦虚无果后,他开始怀疑丈夫遭人绑架 自己是第三代在日韩国人 虽然已规划,但丈夫总对韩语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而且,这片岛屿时常有可遗传之触摸 兴趣丈夫是在与人大话时被骗走的 如此心境,哭等了三十年的若松 大概也经历过 他平静告诉阿奈 即使被认定为有被绑架嫌疑的特别失踪人 最好也不要怀抱太大的期待 而相比于结果 阿奈更关心丈夫失踪的原因 他需要一个理由 放下压在心底的石头 以继续生活 阿奈的丈夫今年四十岁 是镇上的一名中学老师 离家前,他行为无多异常 只说要出门散步,去去就回 而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想来,那是一个无比寻常的午后 操纸上有未演算完的数学公式 手机也被随意摆在了书桌旁 在此之前,夫妇俩还特意去买了大冰箱 想着等有了孩子一定能用上 一切都很正常 除了丈夫偶尔会说些奇怪的话 比如,冰箱里的食物 一定都在战战兢兢地等着被我们吃掉 尤其是在安静的晚上 当时,阿奈未将这些话语放在心上 如今,却又不得不一遍遍地反除着 如此兴许,若松也都有过 他的丈夫是一名远洋船员 却未消失于海上 反而是在某个风平浪静的下午 悄然离开了家 一开始,他也怀疑丈夫遭人绑架 或遭遇意外被海浪卷走 但随着追寻的深入 这些可能性被一一排除 他到底为什么消失了 现在又在何处 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也曾是困扰着若松的问题 被抛下的人还要苦苦等着 真是让人伤心呀 但如今的若松 自已将等待合理化 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不回来 但也没有理由非得回来 也或许已经死了吧 因为人呀,其实是很乏味的动物 若松平静说道 警局中,查看身份不明者遗体清单的阿奈 仿佛正经历着某种自我拷问 丈夫已怎样一种状态回来 关乎到她过往生活的意义 在同事口中 阿奈丈夫温静和善 很少主动暴露自己的内心 外人也从未察觉出异样 但在失踪前 他曾向同事说起 自己反复梦到过一座城市 虽不知是哪里 却总觉得似曾相识 归家路上 若松遇到了追求自己的渔民春男 他独身至今 始终期许着能与若松一起生活 如果说年轻时 还有爱意之称 那到如今 这份爱意早已变成了 近世道德绑架的偏执 一个痴情男人等待了半生 若女人不被感动 那便是冷漠无情 若松永远不想 被这所谓的爱意绑架 他要坚守自己的人生 尽管要面对无尽头的等待 尽管时常被许多苦涩包裹 大概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偏执中奔赴着命运 若松自小便生活于苦痛之中 父亲长期酗酒 性情暴躁 常对他大打出手 而在母亲口中 父亲也曾是个善良温柔的人 自他拖着上腿 从异乡回来后 一切才变了模样 肯定是发生什么了吧 母亲喃喃说道 只是时至今日 若松也无法再去责怪谁 年轻时 自己选择的婚姻 父亲并不认可 母亲总觉得 父亲的反对是有原因的 但他不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婚后 若松曾有过短暂的甜蜜 之后便是三十年的等待 丈夫留下的那一小段录音 成了他追忆往昔的线索 也是他满城上火里 仅有的慰藉 一日清晨 警察截获了一艘 从远方来的漂流船 船上的异项人 被送去了医院 听闻消息的若松 想象来人 打探自己丈夫的消息 在安奈的配合下 他偷偷溜进了病房 等待之人 与逃离者的短暂对峙 便激起了许多情绪 最终若松被带去了警局 匆匆赶来领人的老镇长 说他还像年轻时一样 总是太过冲动 而他却责备着自己的不争气 明明不刻意去想 就能把那男人忘了呀 不久后 安奈与追求他的同事 走到了一起 丈夫消失得如此随意 而自己却在反复地追问 与自责中度过了这些时日 等待是件很辛苦的事 他自觉无法再承受下去 而若松却在此时 彻底走向了孤独 母亲去世了 就在一个寻常的午后 他躺在了屋的塔塔米上 抱着父亲留下的甲腿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葬礼上 乡林们唱起了熟悉的民谣 一曲终了 此生晚节 若松想将那只甲腿 一并放入棺木中 但最终未能实现 世事总是不能恰如其分 母亲什么重要的话都没留下 就连葬礼上要唱的歌谣 他也只向乡林们做了交代 所有人都这样 一声不响 不顾身后之事 便擅自离开 还真是任性呀 终于顾身一人的若松 低声说道 葬礼过后 春男再度找村中长辈 说合婚姻 他们依旧想用一个男人的疯狂 去绑架一个女人的情感 但若松始终不接受 为什么你总是在我脆弱的时候 伸出手来 这很正常吧 那你丈夫又是在何时追求的你呢 在我状态最好 最快乐 每天都觉得自己最漂亮的时候 若松高声回答 或许 这就是大伙过日子 与甜蜜恋爱的区别吧 最终 两人互相说了些狠话 不欢而散 当夜 春男赌气 独自乘船出了海 自此便没了行踪 所有人 都在责问着若松 但他也给不出答案 当事情发生时 人们总是习惯去追问 为何当初不做出了断 却从不想 若松只是 就这么过着自己的日子 所谓的答案 并不在他身上 阿奈决定 要与丈夫离婚了 他无法再说服自己 为一个生死不明 要无阴性之人去等待 他想要那些微小的甜蜜 一起吃饭散步 一起准备餐食 一起在休息日 赖床到正午 他还想在三吃五岁时 生一个孩子 您会瞧不起我吗 渴望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 无法像您一样坚强 可我并不坚强呀 若松低声回答 人生际遇 各有选择 也各自蹉跎 他从不想去评判他人 独自在家时 丈夫的声音 再次从录音节里传来 这段简短而日常的对话 若松已不知听了有多少遍 只是 万事万物都经不起 时间的侵蚀 一瞬间 卡带崩坏 若松失去了 始终慰藉着自己的 那一抹甜蜜 不久后 丈夫的母亲去世 若松独自乘船 赶去调研 人过中年 每参加一场葬礼 都是堆积往人生的 一次清算 丈夫的哥哥告诉若松 除了母亲外 家里人都已经放弃了等待 那家伙从小就肆意妄为 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自私地让人憎恨又羡慕 其实 只要进个情分就好 不必做到这一步 没有人会责怪你什么的 而若松却平静回说 我也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 也谈不上不信 虽然常被人看戏 会觉得很窝火 葬礼过后 若松竟在异乡的街头 遇到了安奈的丈夫杨思 这男人如想象中一样怯懦 他不理解自己的出走与留下之人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还以为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便可抚平伤痕 至于出走的原因 他更是无法理清 只说自己害怕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临时起义 登上了停住在海边的远洋船 如此理由 若松无法接受 难道不应该好好沟通吗 留下的人要怎么度日呢 每天都在想着 是不是溺水了呀 还是有了别的女人 又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会的 应该还在某个地方生活着吧 每十秒钟转换一个念头 时时刻刻都不得不在忐忑中过活 这些你能明白吗 若松低声质问着 三十年的时光 肆意将记忆磨平 但此刻 所有的情绪还是翻涌而出 最终他决定将杨思带回岛上 但却未提及按捺 已有了新的生活 这大概是一场自私的实验 他要借用别人的生活 去验证自己的人生 但又能有什么新意呢 也准备奔向新生活的阿奈 无法接受丈夫突然的归来 就像不接受 他当初的不告而别一样 轻飘飘的歉疚 无法抵消痛苦与悲伤 甚至还会让阿奈 陷入道德与伦理的困境 不愿等待丈夫回来的女人 这座闭塞乡村 会轻易为他打上如此标签 既然知道我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 为何还要带他回来 若松女士 你一直活在梦中 但我不能 其实你心里清楚 你的丈夫已经在某个地方去世了 所以你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吧 面对阿奈的声声质问 若松没有回答 但大概是这样的吧 只有死去的人才值得被等待 因为他不会突然在此出现 破坏你长久构建的美好幻梦 等待是很辛苦的呀 夜雨中 独自等着儿子回来的春男母亲南南说道 若松依旧沉默着没有回话 于他而言 等待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夜里 无处可去的杨思来了家中 若松拿出丈夫留下的衣服给了他 杨思说 阿奈有了新生活 他反而觉得好受些 若松低下了头 大概 自己丈夫也会是这般态度吧 不告而别之人 通常只在人生了无心意时 才会想着回头 而最终未回来 大多是因为没信心与另一半 继续走下去 这话很伤人 尤其于一个等待了三十年的女人 杨思帮忙将那盘断掉的卡带接了起来 虽然声音已不全 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残缺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录音机里再度传来丈夫的声音 那时夫妇俩正年轻 甜蜜的想让人落泪 夜已深 礼物内的若松 沃自念叨着与丈夫出狱时的对白 因受父亲影响 他一度害怕与男人接触 家里人也从不和他说那些重要的事 他一直如局外人一般生活着 与丈夫的结合给了他短暂的归属与甜蜜 只是一生太过漫长 总让幸福显得稍纵即逝 听着若松的低语 杨思流下眼泪来 他终于明白 不告而别 与留下之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恍惚之间 若松将忏悔着的杨思 认作了自己的丈夫 他面带微笑 把对方用入怀中 这事不见底的等待 总算在此刻有了回应 清晨 杨思沉默着离去 而若松的生活 依旧未有多少改变 日复一日 千夜一夜 人生还真是寻常呀 不久后 独自出海的春男突然归来 若松匆匆赶去通知了春男母亲 老人家痛哭失声 所有等待的苦处 都化为了翻涌的泪水 而大概 等待和等待 要是不一样的吧 若松不想再为男人的儿戏落泪 他狠狠扇了春男一句耳光后 转身离去 身后的男人不停追问着 而若松一路奔跑着去了海边 冰冷的海水中 春男依旧想要一个答案 既然要等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我们一起生活下去吧 而此刻的若松 无比坚定地告诉他 若松振脱春男的束缚 用力游出水面 独自向着远处走去 三十年 除了等待 大概他也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日复一日 千叶一叶 以等待为命题的电影 常常有着无限哀怨 而我总觉得 若松的一生 或许也并无万人想来那么苦楚 等待只是度过人生的一种姿态 他始终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 尽管这像一场 只有他愿意沉浸其中的幻梦 但又有什么不好呢 复生一梦 所有人都是如此 在这座毕色的孤岛之上 处处充斥着道德与情感绑架 人并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 如果放弃这幻梦 若松大概率会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搭伙过日子 在外人看来 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与若松 这样的生活 又有多少快乐可言呢 阿奈等来了相宜之人 便不必再等待 而若松没等来 便用等待筑起一道围墙 以守住自己的人生 这大概才是不被绑架 与规训的正常选择 生活很长 总将幸福应称得太过稀缺 而若能在慢慢时光中 不被裹挟与逼迫 尽力守住微不足道 却足以慰藉自我的美好和甜蜜 那也不失为一种 度过监测岁月的方法吧 我是腾景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